当前形势下 利比亚各方应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 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避免挑起新的暴力事件 外国在利益武装和雇佣兵 应当以平衡有序方式尽快撤离 和解是消弭利比亚枪胜的重要手段 中方欢迎利比亚举行民主和解对话会议 支持利各方扎实推进民主和解战略愿景 为政治进程提高良好环境